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取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如何去理解本性跟体系 这种的观察的状态 是一个违信思考的人才可以感觉到 一般人的话 感觉不到的 体系跟本性 本质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平常讲 本质的话 常法上面几乎都不会用的 常法可以体系用的 本质是无常法上面用的 虽然是本质跟体系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一个用途不同的地方 有出现了不同的意识存在的 比如说本质的话 质料的质 所以常法不可以用 质这个质 质 那我们用在无常法的时候 本质跟体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一个东西有很多的本性 或者是一个本质 比如说瓶子 凭我们它的别面是一个本质的话 它是一个色法 入眼可以看到的 它是一个色法 色法就是围成所构成的聚合体 它就是我们可以入眼看到 它的颜色跟形状 这也是瓶子它自己的本质嘛 瓶子它自己本质是色法 没有错的 原因是什么 它是入眼看到的 那深奥一点 瓶子是不是一个无常 是吗 色法的原因 跟瓶子无常的原因思想角度不一样 我们为什么叫瓶子色法呢 一般人肯定是想不出来的 为什么叫色法 你想一想 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们问我的话 我就回答 自然就回答 因为它是一个色处 掩饰所看到的对境 所以可以叫做色法 那再来问 所谓的色法都是一个掩饰所看到的吗 不一定 那为什么另外一个道理是什么 它是一个围成所构成的聚合体 四大宗所造的 所以它叫做一个色法 你看 有道理嘛 那另外一个道理 那所谓的色法都是四大宗所造 对吗 不一定 空尘 我们一般人的嘴巴上讲的就是四大宗 战传佛教就是平常讲的就是五大宗 四大宗上面加了一个大宗 就是空尘 这个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 空尘是怎么做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 尘 柱 坏空 是个阶段 还没有形成各个世界 百居之的世界也好 还没有形成之前 空中有无数的围成 这个叫做一个空尘 有了这些空尘 慢慢就是形成了大宗 形成了大宗之后便成为各个的世界了 如果空的当下没有空尘的话 那形成世界的因素就没有了 不可能说形成了各个的世界 尘 柱 坏 空 四个阶段的 空尘虽然算起来后面的 但是这是一个世界坏灭的角度来去解释的 一般来讲 一开始空 再来尘 再来柱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你学佛者 有的时候看逻辑跟佛法的哲学 就是一起双拐齐下 这样做更帮助更大的 现在二十一世纪当中 这么多的宗教 各个宗教的哲学逻辑概念和科技的逻辑概念 兵架齐取的就是只有佛教 其他都没有了 没办法 其他都是神创造出来 道创造出来 圣性创造出来 反正就是他们承许了世界的开创者跟事物的造物者 问题太多了 不合逻辑 这种都是实际上不合逻辑的 不合逻辑的问题是什么 它就是意味着是什么 意味着就是不事实的 那不事实的话不会有结果 对不对 只是一个脑子里面修一修而已 它永远不会呈现出它的结果来 那就是我们作业务百作嘛 沉珠坏枯空 这四个阶段 所以一开始空的阶段还未形成各个世界的之前空中无数的围尘 这些的围尘就是我们研究也看不到的 非常细微的 那科学家如何去解释的 你们也许科学的地方比我厉害嘛 对不对 我出来没有学过科学 但是我很开心的就是 我研究了佛法 二十多年 花了二十多年 现在我就是看科技的 其实是没有什么亏难的 我每个礼拜可以说是每个礼拜差不多 针对大陆的学者五百个人 所以我每个礼拜有空的时候跟他们讲佛学与科技 所以这个就是归尊者 佛尔达拉玛尊者的意愿 他说现代的这个变化来讲的话 人的变化 思想的变化太大了 如果你佛法这个佛法的词 极限于一些小小的区域的话 他佛法的真实的理论 他的道理 核心 众生的这个帮助的范围缩水了 一定要跟科学逻辑一起 丁架七句 教导现在的学者 这样的话 他们都更接受 更详细的 这也是帮助他人的 帮助众生的另外一个诀窍嘛 比如说我有一个认识的北京人 年轻 非常年轻 优秀的 他也跟我讲过 我问他说 我怎么接受佛法 他说大学期间他就是学了 研究了科学 他觉得非常厉害 那最后大学三年 应该是二年级 三年级的时候 他就图书馆找了一个我学的那个佛法的书 他就看看 也觉得讲得很细 很有趣 他完全是对科学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后来就他没有去看科学 他一直看佛法 到现在为止 他一直学习佛法 他说不可思议的 两千多年前 一千多年前 他们这么就是外在的 科技的这么不发达的一个时代 他们怎么可能发觉到这样的东西 他就好奇了 这个陈珠坏空 是一个两千多年前四尊讲的 还没有形成各个世界之间 开始形成各个的世界 再来就是世界 所有世界都是在于空中排序 这都是一个在十里金刚 俱舍论 十里金刚是四尊讲的 俱舍论是世情著作 四尊当时都讲 有了百具制的世界 也有百具制的我 他当时谁能详出有百具制的世界 有了他骗之一切的智 对于一千法名察求好 完全不迷的 没有不迷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都是一千法 都是在自己手心里的东西一样的 清其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 所以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探讨一下 比如说陈珠 珠 怀 空 这个四个阶段 科学家说一开始形成各个世界的时候 很大的声响 爆炸的情况下 风形成了 风大众形成了 有风大众形成了 慢慢的就是它吹过来 空中的空尘 无数的空尘 就是围尘聚合在一起 也就是形成了各个的世界 还有这个阶段有很多了 太阳 月亮 地球 所以这个就是形成的过程 还是有尘 怀 空 有很多的阶段 那你看 问题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过科学家说 一开始形成爆炸 太大的爆炸 风吹过来 那你如何去思想 你相信吗 为其形成世界之前 空中很大的爆炸 这个爆炸是由于什么造成的 佛教的理论就是 空中在空中无数的围尘 这个叫做一个空尘 五大众上面加了一个空尘 空尘比四大众还是细的 这些的空尘 各个世间形成的因素跟众生 做这个同生这个世界的众生有共同的关心的 业力上有关心的 南战布招也好 或者这个地球也好 这个地球上的一切的众生 跟这个地球业力上有关心 所以众生业力关心 再形成了一个风 这是我们佛教的其实 终生业力就是一个无形的 力量很大的 业力的力量就是我无法想象的 终生业力导致形成了空中 就是封城的时候就可以解释的 一开始形成风 风吹过来 所以吹到了各个空尘都是集聚在一起 再来形成的 那风是从哪来的 这个风尘形成的被动是谁动的 这个就是叫做一个终生业力动的 科学家他们说 应该是形成了各个世界的 世界的话 应该是75亿年或者65亿年 形成这个生物的过程差不多46亿年 大概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了 这都是一个不确确的 不确定 科学学的理论跟佛学的道理 理论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佛法的哲学逻辑就是 世尊一开始制定下来的 这个到现在为止出来没有改变过了 这个也很伟大的 科学的理论是什么 今年他们制定下来 明年就也许自己自破了 这个就是不共自破了 了解他的哲学逻辑 这么高大之上 往往超越一切的知识 你这个道理了解的话 那确实是你可以 心跟佛法可以相依的 那借其咬动于系空 这是我刚才讲的 无知系空 这个性是本性的意思 一个瓶子 它是一个本性 就是一个色法 原因是什么 它是围成所固成的聚合体 简单来讲 它是四大种所造 所以它称它为就是一个色法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本性呢 有 瓶子是一个无我的 无自性的 瓶子有无自性的体系 那如何去解释啊 瓶子四部是有自性的 或者是无自性的 那你想想看 这个是一个佛教核心的 尽要心化的一个地方 确实是佛法当中所提到的 最心化最尽要的就是一个空这阶 比如说空这阶格通道无我的智 那我们战传也好 汉传也好 南传也讲就是无我 那这些的无我的观点 了解通道无我的智 是非常的精华心耀的 我们的学佛的核心 一定要有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先我们一定要了解分清楚 空性跟空性界 空性是存在于一切法治上 这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话很多人 空性就是应该是修出来的感觉 空性不是修出来的 空性是常法 一切法的最究竟的本性就是一个空性 每一个法都有 比如说举例来讲 桌子有空性 书本有空性 连你的一根毛都有它的一根毛的空性 这个是推广到一切法都有空性的本性存在的 现在我们不认识的阶段 你能认识出来的时候才有空性界 那我们佛法的核心就是要争取这样的空性界 一切法救济的提醒就是一个空性 那这个意思说你不要以为杯子是空性 杯子是空性的话 空的一个性质的话 那就是问题出来了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认为杯子是空性的话 那空性是叫做大臣就是他们 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叫做生一地 那生一地跟世俗地有什么区别 大臣是想法 生一地就是空性 除了生一地之外的一切的法 都是称它为世俗地 世俗地跟生一地完全是不同的本质 冲突的 那你看杯子是空性的话 你就是认为杯子是世俗地了 那世俗地不在 生一地跟世俗地之间的差距 我们不了解 和我一趟的话 那就问题太大了 有些人问你说 一切法是不是无自信 是 是不是我 是 一切法是不是无自信 是 一切法是不是空性 不一定 真确的一个逻辑角度来回答的人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回答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一切法是不是空性 不一定 不一定的什么意思 这个里面有两个 哪里不一定 凡事法不一定是世俗地 凡事法不一定是空性 是哪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桌子 水 山 这些都是 不是一个空性 虽然它是一个法 但不是一个空性 那什么法不是一个世俗地呢 一切的空性 虽然是法 但不是世俗地 那这样的话你看 不一定的地方这个 有些地方我们用佛法的利用的方式就是不中骗 比如说我去你来讲 所有的人都是台湾人吗 你看这个反应很快吧 这很好的 所以这个叫做加勒不一定嘛 那为什么呢 有两个 它是人 不属于台湾人 它是人 属于台湾人 两个人都有 所以这个加勒不一定 不照片 不照片也是可以的 不照片是什么 反是人 不照片 台湾人 印度人是人 但不是台湾人嘛 你看回答就是这个概念逻辑 空性是深一地 除了空性之外的 存在的法度 是属于世俗地 世俗地跟深一地是相伪的 相伪是什么 是义没有相伏者 有相伏者的话是什么 这个是我顺便跟你讲一个 是来学的内容嘛 对 是义没有相伏者的概念是什么 我和你 是义没有相伏者 那如果我们两个有相伏者的话 一个人 他是格西又是陈先生 没有 这个人没有啊 所以没有相伏者的意思就是这个 无常跟人是相伏吗 不是 人和无常不是之间相伏的 原因是什么 这两个有相伏者 这两个的相伏者是谁 非人作为有法 他是人 又是无常 这两个的相伏者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相伏这个词 本身就是世俗没有相伏者的 两个东西叫做相伏 你看相伏就是完全相违背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没有 根本没有相伏者 那今天这个敬颂的话 佛子刺心于众生 未斗笔垢 未斗笔垢 随悲装 由仆心喜愿 上回下 安住其喜次迷出 对这个 那你看我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 菩萨有五道 先跟你们讲一下 菩萨五道 你们知道吗 大乘 大乘 资粮道 佳行道 见道 修道 无学道 非常好 那五道当中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李静文 李静文的包含肯定会有著作的誓言 我为了读动众生里在大乘 而著作的这部书的时候 它含义里有一个著作的誓言存在的 生而独觉是佛于而生 佛是菩萨而生 菩萨是依靠三大乘心菩提心 空正界而生的 这样的话 他这个里面谈到了一开始初学者 初学者的菩萨 资粮道 还有菩萨反复加息道 包含了这个里面已经讲好了 所以几天菩萨这个阶段 没有特地的讲到 资粮道和加息道的阶段 那你看马上就讲到了 初地菩萨以上 初地是什么样子 意义上才算的 见道才初地 虽然是大乘无道实地 就是资粮道加息道 见道修道无学道 这个叫做一个大乘无道 你见道一上才可以算是菩萨圣者 资粮道者加息道者 这两个阶段叫做菩萨反夫 那转移到见道的当下 才打到了见道菩萨 见道以上才可以 一开始打到菩萨 那个见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叫做一个集席地 安住于集席地者 叫做初地菩萨 从初地到十地 又分为十地的阶段 那打到了十地的时候 那成佛就是不求了 如果按照相关专业论的说法来讲的话 打到了十地的时候 中间有一事来隔阂者还有的 除了这个之外没有的 比如说你今生永生之年不能成佛 但是肯定会偷生了一次 下一辈子肯定会成佛的 然后十地以上的 都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者 那今天这个阶段 先精速地解释完之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就是 从入菩萨资粮道 开始到经过了资粮道三品 再来转移到加息道的四加息 再来转移到见道的一个过程 这个里面没有学 我就是敬自己灵俗的东西去跟大家展相 这样的话你到此地的概念非常完整 这都是我们下次跟大家慢慢聊聊 那今天我们这个去敬颂就是解释一下 佛字是什么 佛字就是菩萨的意思 刺心 刺心就是达到了尖道出地的当下的这个心 为了揪斗一切众生 知故他跟随大悲心而转 他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都是被大悲心来控制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那再来由普贤愿善回向 安住及其次明处 这两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间断 比如说普贤愿善回向就是普贤菩萨他所发的 普贤菩萨达到初地的开始他所发的乐是非常殊胜 普贤菩萨的发愿是为什么这么广大这么深奥呢 过去上世一切诸佛的五量的发愿 都是把这个发愿 所有的发愿都是就是归纳为普贤菩萨的发愿文当中 那普贤菩萨这个发愿是最广最深的是在哪里所发愿的 达到了初地的当下他所发的愿 我们平常简单讲那个普贤喜愿 喜愿批嘛 普贤菩萨达到了初地的时候所发的愿 他的内容非常广 非常深 他改阔了所有佛菩萨的最好的发愿都是改阔了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功课不管做什么事情 后面就是发这个愿 他非常好的 由普贤愿上回向 确实他回向的阶段的安住吉喜次明初 你看 他安住于吉喜 吉喜就是特别出来没有受过的欢喜 达到了初地的时候 我从五十一年到现在为止出来没有领受过的一个欢喜的心出现了 所以每一个众生一开始达到了初地的时候肯定会领受到这样的吉喜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吉喜呢 我们一般人理所不到的 达到初地的时候 为什么有特地的有这样的特别 吉就是非常非常的意思 喜就是欢喜欢乐的 所以安住吉喜次 名什么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叫做一个初就是初地的意思 从这里开始叫做初地 前面加了一个初就是这个意思 那每一个修行者达到见到的那一刻 为什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不曾领受过的一个欢喜性呢 比如说我们一般众生的话 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是一个反复的状态 过去我做过甚至是不可能的 我做过猫或者狗啊 我做过天人 这没有什么问题的 比如说你投生了色界十七天 还有你投生过四个无色界的天 有你就是做过非人或者阿修罗都做过 那有的时候我们做过第一道众生 饿鬼也做过了 无数次 但是初来没有做过菩萨见到者 这个原因是什么 达到菩萨境界的时候 他不可能退转的 这个是《大波日经》当中讲的 在《仙观庄园论》当中特地地解释出来 弥勒在《仙观庄园论》当中 他提到了三种不退转的征兆 第一个从哪里得到 大乘加西岛的时候得到的 第二见到的时候得到的 第三个八地才能得到的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呢?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见到就得到了 能得到的 有些人打到见到的时候得到 有些人八地才可以得到 为什么? 就是菩萨他们也彼此之间 跟其立一堆的差别 一般我们的概念就是 所有的菩萨师都是一个 跟其立的人 菩萨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跟其立一堆的差别? 跟地有嘛 在台湾最有名的台大 所有的研究生都是优秀的 那他们彼此之间一百个人 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差别? 跟你提我了 就是类似这样 上大师里面出来的葛西 尤其是葛西那个博士神 拉朗巴的话 因也就是差不多出来十几个嘛 那十几个都是优秀的 都是博士 那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差别? 一定有了 差很大 那菩萨都是一个第一等级的人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有差别的 所以菩萨他们彼此之间跟其立对的差别 所以菩萨跟其敦的人 加西当的时候得不到的 所以见到又得不到的 他才八地才可以得到的 原因是什么? 八地的时候他已经远离烦恼 彻底远离烦恼 所以八地的时候才可以得到 不退转的 成佛不退转的一个征兆 菩萨跟其敦的人的话 达到八地才可以得到的 中等的根基者 见到才可以得到的 最立的 菩萨跟其最立的人 这种菩萨反复的当下 见到的当下就可以得到的 这个就是你们 想要知道的话 《新国专业论》当中提到的 对 第四批 应该是第四批 三批都有 为什么叫集席的 知道吗? 你从五十一来到现在为止 初来没有限制过空性的 虽然你同党空性的 但是没有限制空性的 限制就是不透过分辨 由限量来直接可以了解空性是 尖道才可以得到的 比如说菩萨加行道的当下 虽然你直接通达空性 这个空性的智就是一个 属于是分别 更不是限量 那透由自己的分别 了解空性的时候 还是有 虽然是多多少少得到 不同的一个阶段的 不同的感受了 但是没有达到像 就是棋西地的大象 那样子的一个感受了 阿弥陀佛